出生在中国 成长在加拿大的华裔小提琴家 华裔小提琴家侯以嘉 那么明天将跟她过去五年 一直都陪伴着她的小提琴告别 她把这把珍贵的小提琴的故事 成了本地艺术界最关注的话题 请看记者果然的报道 这是小提琴家侯以嘉 用意大利大师在1735年制造的 价值六百万家园的小提琴 演奏的吉普赛之歌 过去五年来 侯以嘉用这把琴 在世界各地录制音乐专辑 与国际著名乐团合作演出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每天我和我一起 习近习 舞蹈 游戏 旅行 她来到晚餐 我们一起吃饭 整个生命 差不多五年 这种非常特别的关系